接着再带您来看到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 日前是高喊2022年 全台的中小学班班都有冷气可以吹 然而在台东县呢 这个中小学校是面临了新旧校舍夹杂 有的管设电路老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装冷气之前是必须要改善电路系统 而教育处表示台东市有七成的学校有这样的需求 早已经在进行电路的改善 然而台东的厂商是否有量能 可以在两年之内完成是目前一大的担忧 而光是先前在大王国中的电路系统改善 就面临了七次流标 那么地方呢表示会全力配合中央政策 也会与中央在期限上进行沟通 大概市区或者是六都的学校没有这个状况 就是其实要安装冷气还得配有同样规格的电线 我想这个是可能六都比较没有办法了解的 如果各位知道我们台东县的很多的电线 其实它的负荷量无法承载一次多台的电器 那个电器一起使用 所以在配备换装新的冷气之间 其实台东县政府要做的是先把老旧的管线改善 台东县长柔庆林一席话 点出台东中小学实际面临的问题 台东县内109所中小学 新旧校舍夹杂 在安全的考量上将近七成学校 有老旧电路改善的需求 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高喊要在2022年前 让全国中小学半半皆有冷气吹 顾及到安全性 改善老旧电路势必要抢在装设冷气前 然而光是去年大王国中电路改善系统 就面临了七次流标还发包不出去 台东县内厂商是否能在两年内完成电路改善 以配合冷气装设也让县府相当担心 对此教育处长表示 将会依照实际的情况与中央延商装设期限 并全力配合完成冷气装设 我们担心是说 其实台东的厂商没有这么多的量能的时候 要在两年之内把它执行完毕 我们担心这样的期程的压力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负荷 所以可能需要跟教育部在做沟通 是不是在我们台东地区 它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再宽限一点 我们可能要找学校来讨论看看 但是看有没有更好的招标的方式 可以来协助我们做这一块 老旧电路改善它的经费还蛮庞大的 所以每个学校搞不好都是两三百万的老旧电路改善 所以这部分的设计规划跟发包 大概要先前置序要先做好 做好之后才能够谈到冷气的事情 我也是希望两年之内配合中央政策 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一个比较舒适的学习环境跟教学环境 台东地区夏季炎热 南回地区更时常面临焚风考验 县内七层教室没有冷气 也是台东乡亲们经常在社团里讨论的话题 然而老旧电路改善的经费与执行 冷气装设后的电费支出等 将是后续面临的一大考验 记者江碧刃台东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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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